第27题 如图举形ABCD中 AD是AB的三倍 O点是AD的终点 AD是一个半圆弧 甲乙良人想在弧AD上取一点P 使得三角形PBC 它的面积等于举形的面积 PBC的面积等于举形的面积 好,我们来看一下 甲的做法跟乙的做法 首先看甲的做法 甲的做法是延长BO 甲的做法是延长BO 交这个虎A竹于一个点 P点 这个P点呢 题目说P点极为所求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先把这个三角形PBC 把它画出来 题目要做的是呢 三角形PBC的面积 等于举形ABCD的面积 到底可不可以这样 也就是说你现在画出来 这个黄色的PBC 会不会等于举形的面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举形面积是多少 举形的面积 举形 以及底层高 除以2 那我们再把它的高 把它画出来 高 这个高呢 我假设是绿色这一段 下面这个点呢 叫Q点 上面这里呢 叫做R点 其中从这个图形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RQ跟AB 还有跟CD 一样长 好 所以三角形PBC的面积 要等于底乘以高 除以2 底乘以高 PQ 除以2 好 现在呢 你就发现 如果要使得举形面积 等于三角形PBC的面积的话 它们的底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判断 这个AB线段的长度 是否 是否 等于 PQ的一半 也就是说 PQ的一半 会不会等于AB 如果会的话 这样就会相等 如果不会的话呢 假的做法就是错的 PQ的长度 会不会等于AB呢 从这个图形来看 我们看不出什么端倪 有焦点 把CD往上延伸 BO继续延长 假设到一个点 叫做S点 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CS的这个长度 CS这段长度是多少 好 这个CS呢 CS 它等于CD 就是AB 因为它是矩形的宽 那这个DS呢 DS是多少 请看这两个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呢 因为O点是AD的终点 那这边呢 这个这边又有一个直角 这里有一个直角 AO又等于OD 这里也是直角 因为它是CD 直接延长上来 这边一个直角 再配合一个对顶角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 其实是会全等 三角形ABO 其实是会跟三角形DSO全等 它是ASA全等性质 全等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 AB就会等于DS 也就是说DS呢 也是AB 好咯 现在我们就知道 这个CS呢 才是两倍的AB 代表 因为CS是继续延长的 所以CS呢 比PQ大 也就是说呢 这个PQ呢 会小于两倍的AB PQ既然小于两倍的AB 那我们就知道咯 这个 2分之PQ 会小于AB 也就是说这边呢 它不会等于AB 它比较小 这比较小 AB呢 比较大 所以这两个是不相等 这两个不相等 所以假的做法呢 是错的 假错误 它做出来的三角形PBC 会比矩形的面积还要来的小 不相等 假是错的 我们再来看乙 乙的做法 到底正确还错误呢 乙的做法是这样 以A点当圆心 AB的长度当半径 画弧 假设呢 交弧AD呢 与P点 也就是它做呢 这个线段AP 等于线段AB 那这样子做的话呢 会不会使得三角形PBC的面积 会等于矩形的面积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把这个三角形呢 把它画出来 还是一样 把它的高呢 把它画出来 然后呢 我们假设下面这一点呢 叫做K 上面这个点呢 叫做L 那这边呢 都是垂直的 还是一样 这个矩形的面积呢 叫做D 长乘以宽 长是BC 宽 宽是AB 长乘以宽 那这个三角形PBC的面积呢 它等于D 乘以高 PK 乘以2 那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BC一样 就不用管了 现在就是要来比呢 这个AB的长度 和 二分之PK 谁大 谁小 首先看一下 二分之PK 我们先看PK这段好了 PK这段 会不会等于 两倍的AB呢 PK这段 等于PL 加上 LK 首先我们看一下 关键点在这个PL这一段 PL这一段呢 请看这边有一个 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PLA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在三角形 PLA 之中 因为它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呢 直角三角形 斜边最大 PA 会大于 PL PA是斜边 PL是一股 所以PA 大于PL 这是因为直角三角形 题目又讲PA怎么算出来的呢 PA就是AB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AB呢也会大于PL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PK 等于PL 加LK PL呢 比AB小 LK刚好是AB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呢 小于AB的两倍 也就是说呢 二分之PK 会小于AB 二分之PK 比较小 AB 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两个 还是一样 这两个算出来的面积呢 还是不相等 不相等的话 那乙的做法呢 还是错的 乙这样做出来的三角形PBC呢 还是比矩形的面积 还要来的小 所以两人都错误 这一题答案选B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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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